很多歌手都只是昙花一现 留下了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 之后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五位消失在歌坛的歌手 说起乐坛突然消失的歌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阿渡 想当初他凭借一首他一定很爱你 在那个乐坛群雄崛起的时代 厌世杀出了一条血路 可当年爆火后 他却因恐慌症一度隐退 好在前年他宣布付出 希望会带来更好的作品吧 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失心 给我离开的勇气 他一定很爱你 也把我逼下去 分手也只有了一分钟而已 他一定很爱你 比我会跑跑迷迷 还记得06年Tank吕剑中的一首三国恋 不管是商场超市还是市井发廊 随处都能听得到 他的词曲创作能力一度和周杰伦 王力宏等歌手对打 刚发行了两张专辑 就开始了万人演唱会 是乐坛公认的实力新秀 可惜的是 高强度的工作引发了心脏病 而他也因此在正当红时选择了隐退 的泪不可及守我眼睛 在我离你远去那一天 微笑的梦睡在我身边 我操作更喜欢没有你的眼 勇敢的远的 谁能想到浪劫舞台王心灵的爆火 一度把当年和拍摇像剧 微笑pasta的男主张栋梁退上了热搜 无论是北极星的眼泪 还是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都成了当时KTV的B点歌曲 但是张栋梁的后续发展却没有跟上 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但是天总会黑 人总要离别 谁也不能永远陪谁 而孤单的滋味 谁都要面对 不只是你我 会感觉到疲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 你的快乐伤美 只有我能体会 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07年一首《想太多》 让李九折火遍整个华语乐坛 这个美极含义的歌手 还成为了第一个 拿下台湾金曲奖的外国人 不过后来 他把自己的发展中心逐渐放到了美国 和美国创作歌手组合发歌 之后就很少在国内的平台 才看到他了 是我想太多 你总这样说 但你却没有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这样说 正元这个人名你可能不熟 但这首一万个理由你肯定听过 在那个彩玲盛行的时代 这歌的下载量高达1.2亿次 登顶了05年的彩玲销售冠军 据说就这首歌的收益就有2.4亿 不过由于正元本人太过低调 加上他成为了戏曲学院的教授之后 就很少在公主面前出现了 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 一万个够不够 早知道你把这份感情 看得太重 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 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借口 一万个都不够 早知道我对这份感情 难分难舍当初说什么 也不让自己放手